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達人家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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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大苦就要運動了 這樣死一年越來 你有什麼了解嗎 就看到那個 在裡面那個西了啊 看來看去都差不多啊 沒有什麼啊 我跟妳講聽喔 真的一滴頭就一滴頭 滴 看台北也是一滴 很可能 剛剛看到的那些溪流 都是土石流的潛似溪流 需要特別的注意 喔 是這樣子喔 聽妳這樣子講好像妳很了解喔 這樣我問妳 什麼是這個潛似溪流 好 簡單嘛 就是人家的眼睛有沒有 會眼視啊 近視啊 然後就有這個潛似 然後這個潛似呢 就代表說這個溪流 是很有潛力的溪流 這樣很優質耶 好 妳說的是我真壞殺手的無力 有失格調 人喔 真的跟情勢是有差別 妳不要這樣講嘛 妳天下無敵啊 要不然妳告訴我啊 我們這叫土石流 這個潛似溪流嘛 土石流潛似溪流 就是經過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調查 在這個颱風好雨期間 有可能發生這個土石流 而且發生喔 可能會造成這個生命財產損失的野稀喔 這樣妳知道了不知道啦 喔 那很簡單嘛 把這些溪流通通喔 這樣塞起來 堵起來 不要讓那個水流過去 就不會用土石流啦 我現在中醫了解為什麼妳讓她滴啊 那聽妳的這個就錯啦 不能用人為的力量去和大自然抗衡的 根據啊這個最新的調查 台灣目前喔 有1420條的這個土石流潛似溪流 蛤 這麼多 夭壽喔 一千四百二十條 喔 半天全飲料 買衣服 半條好啦好啦好啦 所以啊 居住在這些潛似溪流附近的居民喔 要特別的注意啊 喔 那要怎麼防辦啊 那要說給妳 把妳吹一吹好發覺啊 有些土石流潛似溪流 確實位於不適合利用開發的民產地區 有關單位啊 就會依據水土保持法 化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 啊 贏得了人家嗎 妳是豬不是豬了喔 不要亂亂亂 有些土石流潛似溪流地區 經過評估啊 認為需做這個臨時避難的 就辦理這個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 並於每年颱風季節前辦理防災演驗 喔 啊這工夫啊 人來得啦 又外面都來 好啦 我知道妳胖啦 愛好苦啦 有些土石流潛似溪流地區 經過評估認為 已不適合居住啦 就趕快搬走 啊對啊 像我喔 就要來辦理這個千豬條 好啦 妳大家都知道喔 妳是豬啦 妳不用這麼多介紹啦 有些土石流潛似溪流地區 經過評估認為 只需一些治理工程即可的 就依這個生態工法 及整體規劃的觀點 就地辦理治理工程 妳看 像這樣子運用這個梳子霸 欸 什麼是梳子霸啊 妳不會看畫面喔 這個就是梳子霸啊 喔 因為我只知道199吃比較大 低就是低耶 繼續聽啊 那 阻擋大石頭用這個類似啊 這個階梯狀的工程啊 減緩土石的衝擊力 兩邊喔 就地取材 用石頭推切護益 這個溪流出口的地方喔 再設這個沉沙池上 中 下 一次搞定囉 嗯 這樣好奇怪喔 這樣好像準備要萬元土石流走來耶 還幫它開好路 我看喔 最好是永遠不要再有土石流了啦 那是不可能的啦 土石流是一種自然現象 只要我們避開這些危險區域 大家啊 建立共識 維護自然 不要做這個不當的食用 及做好水土稿池 將災害降到最底 大家就比較這個安全了 你說得很輕鬆喔 你會輕功耶 咻一聲就衝上去了 喔 人家 欸 腳又跌 怎麼跑都跑不贏土石流啊 誰叫你跟他爬啦 其實有很多方法 可以幫助你度過危機的啊 喔 是喔 是什麼方法 很簡單的 帶我來你就在運 喔 又是這一套 等一下 我才不會跳咧 這一次我學快了 麻煩一下特效組準備一下 欸 你們這個是哪一門子的特效啊 哪有那麼粗的鋼絲啊 好像在上吊一樣 我們現在又不是在演零頭姐 不過喔 演員嘛 要訂閱比較重要 飛天燈珠 趴兔飛啊 又聊逼起來了